借到淋上水果酒的点火手续 不只让烤鸭的香脆度加成 也点燃了满满食欲 我目前吃到在台中是最好吃的烤鸭 没有吃过那么好吃 好好吃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 好像有一个果香的味道 然后那个皮啊超脆的 肉又有肉汁 好好吃 皮超级酥的 还有又有多汁 肉汁起来不柴 很有道地鸡烤鸭的味道 浴火重生之后 紧接着是片鸭绣 手起刀落趁着鲜美热度 把鸭皮鸭肉片到最适口的大小 这一切都要讲究快很准 线口的烤鸭才会有这样子 趁烤的烤鸭就是 它里面的汤汁会比较多 而且它的饼会比较充足 放桌以后再五至十分钟 赶快把它熄掉 烤鸭是不等的 是人要等烤鸭 一小时的等待等得值得 琥珀色的外皮香酥脆口 结实的鸭肉 忧谈带劲 不管是单吃 还是用面皮包着大葱 黄瓜甜面酱一块入口 都是人间美味 它那个皮是外酥 然后里面是很嫩的 然后就是 它那个淡淡的皮上面 有一层味道 我觉得是很香的 它那个肉汁 不会那么柴 很有嚼劲 吃那么多 这个一般的店 很像没有这样子 除了片鸭吃得到原汁原味 切下来的腿肉和骨架 更可以千遍万化十一吃 酒黄咽鸭 银鸭鸭鸭丝 都吃得到蔬菜口感 甜脆清香 最热门的手推绍兴鸭架 猛爆的酒香 与肉香一块爆香 浓到化不开 因为我很喜欢喝酒 所以我觉得绍兴鸭 很对我的口味 那味道让我回想 二三十年前 在喝绍兴酒 真的很香 而且很入味 鸭鸭鸭鸡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